双中断双计时器以及位元计议题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EQU 看一下实例的部分 在这个例子的部分呢 常常出现的部分有46H 我们就将byte key去做46H的替代 还有在move46H仅之号20这部分 我们将这个数值用VL time去做代替 这两行呢是必须要写在ORG000H之前的 听由这部分之后 我们就将46H改成byte key 20呢则改成VL time 那也是一样的步骤 byte keyEQU46H 如果我们将它46H改为50H的话 那movebykey 请字号VL time 这就是等于move50H 请字号20 所以如果说整个code的部分 46H要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从EQU的部分 这样子比较方便 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做更正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EQU这部分是写在ORG之前的 所以它是不会使用到任何的记忆体空间 中单程式运作 首先先来看一下右下角的图 timering是属于硬体的部分 硬体的部分呢 起初是我们和我们的程式是没有任何的相关性的 是各自进行运作的 但当我们的timering数完5000次之后呢 它就会TF0为1 提标就等于1的时候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和程式开始有相关性 指令完成结束 我们才可以再继续处理我们的中段讯号 接下来看一下左上角的图 在这部分呢 就是将我们下一个指令的adjust 放入push到我们的sec里面 在这部分的话也是 PC会放入中段的veteradjust 在这时候我们的timer0就为000bh 第三个呢 这部分的执行 就是执行我们的veteradjust中存取的指令 也就是ljmp.t0isr 就是中段副程式 中段副程式在这部分的话 就是要执行到RETI 这部分就是像是RET的返回指令 这是专门属于我们中段服务程式的部分 的指令 然后中段副程式执行到这个RETI的时候 就会pop出stack我们刚刚所存取的值到PC的部分 执行中段前的下一个指令 这就是我们中段程式整个的运作模式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按键的配置 我们现在使用到40h以及43h 这两个七字节的部分 我们称它为LED1以及LED2的部分 LED1是两秒变化一个数字 而LED2则是一秒的变化 在按键的部分呢 C和D是作为我们LED1的上属以及下属 E和F则是LED2的上属以及下属 在这部分呢 我们的bitl flag就要为0 bitl flag为1的话是下属 te和tf也是一样的 在这部分我们会用到的是两个计时以及两个中段 我们来看一下t0ISR这个副程式的部分 前面的 首先要先注意一下 记得要pushA popA 然后呢 是我们的tr0要是在 因为我们要先设置th0及tl0的值 所以呢 tr0呢要先关闭 要cleartr0 在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要打开timers 所以tr0呢要设为1 接下来看一下biteR time 这部分要先减1 减1之后呢 如果为0的话 则是继续进行 如果不是0的话 那就是要pop出去 再来我们看 如果是0的话 在这部分呢 要做时间重置 在这个橘色的字体部分要注意一下 时间重置的部分就是 moveBiteR time 请字号VailR time 再来看一下就是 bitR flag是否为0 这部分其实就是要确认 是否为上数还是下数 如果为0那就是上数 所以43h就要加1 如果不是0的话 那就是下数 那43h就要减1 完成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跳出去了 这边要注意的就是 T1ISR和T0ISR的撰写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可以自己去自行的去 去做链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组程式的部分 BiteR time 这些部分都是之前有的 这部分要注意的就是 bitR flag 这些 这部分呢就是 我们的 上数以及下数的 那个 侦测的bit 不同于前面EQU呢 这边使用的是BIT 因为是bit memory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要看的是 Star的部分 Star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中段 以及Timer Mode的设置 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TR0 就是Timer 0 以及Timer 1呢 都要打开 然后后面的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之前的设置 后面要注意的先看一下 BitR flag 要先设为上数 我们BitR flag呢 就设为下数 BitR flag